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好嘗做 亦都好喜歡吃的日式馬鈴薯燈肉 好 一起看看需要的材料 首先有剛剛說的湯包 這個是堅魚味的 洋蔥、薯仔和紅蘿蔔 選了豚肉片 還有紅喜菇 日式分泊醬油和味醂 好 我們的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平常我們煮菜通常都會用到雞湯和豬哥湯來調味 其實吃來吃去的那幾隻味都滿滿的 這次推介的阿康美油湯包就適合了 除了像我一樣用來做一些日式的家常菜 也可以用來做中菜 用來煮菜、炒菜、煲飯、煲粥都一樣可以的